越来越多的短线持有者开始割肉离场了 多头杠杆需求有所增加 这轮大盘的上涨是不是投资者信心推动的呢 从科技乌托邦到隐私噩梦 Wordcoin是如何一步步失去明星的 金融巨头蜂拥而至 阿联酋如何一跃成为加密市场的领头羊 Robinhood带着雄厚的资本 发誓说要搅动稳定币 这一池春水 比特币的五大隐忧被曝光 业内大佬是如何见招拆招的呢 用加密货币重新涨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 9月27号星期五 这里是BitcoinTV中文频道 币链何在 我是Michael 我们现在看币圈24小时的数据头条 在比特币的价格预测模型当中 梯度差是一种通过现货价格的梯度 和已实现价格的梯度来计算的数值 它衡量什么呢 衡量比特币的价值变化和资本流入之间的动量差距 它可以识别当前的市场趋势 是会持续延续还是说有反转的迹象 所以我们来观察一下前155天的市场 以实现价格的Delta的梯度可以发现近几周市场的梯度是跌到了负值的 说明市场的需求量相对比较弱 这也是价格持续在上几个月持续收缩的主要原因 而实际的梯度是正值 但是走势偏低 这说明什么 比特币的现货价格下跌力度比资本流出的力度更大 所以当前的结构像什么 像2019年到2020年这个区间 市场在2019年发生了什么呢 第二季度市场强劲反弹之后 经历了一段非常长时间的盘整区间 而随后等待它的是一个狂暴的强力的上升周期 我们再来看当前的盘整阶段 已经把现货价格推低到了许多短期持有者的持币成本下榜了 我们跟大家报道过 大量的投机者是在66000美元附近 所以比特币的市场价值与已实现价值的NVRV比率是小于1的 通常小于1就说明市场的价值低于已实现价值 市场被低估了 很可能是购买比特币的最好时机 不过目前短期持有者的持币成本 非常接近当下65000美元的价格了 甚至出现了很多亏损在卖出的状态 对于这部分的持币者是面临财务压力的 如果NVRV的值持续下滑 那么未实现的损失就会越来越大 虽然说当前损失的比例和新冠时期的比例比较起来还是小屋见大屋 但是这个趋势也让很多的短期持有者开始缴械投降 开始割肉离场了 不过我们要感谢割肉离场的各位韭菜们 没有他们割肉 比特币就涨不起了 珍爱生命远离合约这是我们一贯以赖的宗旨 虽然我们不碰合约 但是我们可以借助永续合约市场指标 再来看一下当下的现货市场 有没有另外的思考维度 统计一下过去30天内的多头合约 向空头合约支付的累计的月度溢价 我们可以看到3月份的历史高点附近杠杆的总成本 大约是每个月1.2亿美金 这就到9月中旬的这个指标 已经暴跌到每个月170万美金了 虽然如今有所回弹 小幅上涨到每月1080万美金 但至少说明在过去两周 对于多头杠杆的需求是有所增加的 不过这个需求远低于23年1月份的水平 这表明永续合约市场当中 还没有出现强劲过度的多头需求 市场在这次的调整回调当中 已经大幅降温了 所以综合来看 在经了一段时间的资本净流出之后 虽然短期投资的压力比较大 但市场的情绪还没有遭受过太大的打击 这跟2019年到2020的市场盘整也是暗和的 那也许熬过这段时间之后 会像从前一样再进入一个牛市的上升阶段 你怎么看可以在评论期一起来讨论 好 请您点赞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来帮您梳理Web3世界 离赚钱这个事最近的新闻 大家知道OpenAI的首席执行官 Sham Altman 它的再创业项目叫做Wordcoin 就是要用红膜识别技术来 DID全球的人类 所以这个Wordcoin曾经从几毛钱开始 上涨到最高的时候11块钱 现在又跌成史了 从技术上来讲 不管怎么说 Wordcoin已经完成了一轮非常漂亮的收割了 但是面对十多亿美金的早期投资 这个投资能不能收回不知道 但是全球很多国家都开始封杀Wordcoin 从2023年开始向法国英国香港 哥伦比亚阿根廷都对Wordcoin展开了调查 那现在呢新加坡警方上个月逮捕了5名犯罪嫌疑人 涉嫌出售和购买Wordcoin账户和代币 现在一个新的国家开始对Wordcoin下手了 Wordcoin近日就因非法收集韩国约3万用户红膜信息 并将数据转移到海外 遭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 以违反个人数据保护法为由 开罚11亿韩元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数据 截至6日 韩国已有93463人下载WordAPP 其中29991人通过红膜认证 因此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决定 对于违反敏感信息处理 及海外移转相关义务的Wordcoin基金会 处以7亿2500万韩元的过法 对于违反海外移转相关义务的TFH 处以3亿7900万韩元 合计共11亿400万韩元 其实商鞍奥特曼这个Wordcoin的愿景 我觉得是非常make sense的 从大的方面来讲 他认为说AI的发展 人工智能一定会未来更多的取代人类 很多人会面临着失业找不着工作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种失业 Wordcoin就像一个AI的全民的福利计划 给这些失业人口发奖励 但是你要贡献出来你的鸿魔数据 我会每年给你相对应的Word的代币 作为你的最低生活保障 听上去是很合理的对吧 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么骨感的 当你要收集全世界人的鸿魔的时候 那么中心化的政府 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从中阻挠 当然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认为Word至少是在币圈 离人工智能这个概念最近的代币 您觉得呢 好 下面把目光放回阿联酋 类似于像迪拜这样的中东土豪国家 我告诉大家最近这几年 在加密领域的曝光度是越来越高了 动作频频 大家记得今年300年的迪拜的 Token2049对吧 虽然说经历了百年未遇的大暴雨 我们几乎是从酒店6个小时走回的酒店 泡了6个小时在水里头 而且是其腰身的水 但是这些大雨都没有影响 整个2049的加密热情 阿联酋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的加密货币的法律 为当地的加密企业提供了一个严格 而且有序的管理环境 那这次我们去欧洲去美国 我们所知道的很多项目方 包括乌克兰的很多很厉害的安全机构 都迁移到了阿联酋 种种因素吸引了一大批中东土豪机构 开始入场比特币 Chain Analysis报告指出 2023年7月至2024年6月 中东与北非加密交易量达3387亿美元 占全球7.5% 而其中阿联酋尤为突出 机构与专业投资者贡献率高达93% 散户仅占1.8% 阿联酋以清晰监管和前瞻规划 正决起为加密中心 2024年8月 迪拜法院裁定加密货币 为有效工资支付方式 同年9月 阿联酋允许迪拜持牌虚拟资产提供商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业务 此外 阿联酋银行批准了一项托管保险产品 以保护金融机构及其客户 免受黑客攻击 诈骗和因为基础设施损坏而造成的损失 The comparison that I can draw is I used to work in the Valley from year 2001 to 2005 and you had three ingredients going in the Valley at that time You had absolutely brilliant talent You had VC money that was available and then you had enabling regulation and at least in the blockchain space I can see exactly the same thing happening in the UAE Every week I see projects people coming and calling UAE their home we have got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money and then we also have got great progressive regulation here and I think that essentially is the right ingredient for the blockchain Silicon Valley to be essentially we based here in the UAE 那现在都有哪些知名的加密机构 在迪拜呢 我告诉大家 华人首富赵长鹏以及何一 还有币安的总部 现在就在迪拜 扎打银行 Amber Group 一系列的金融巨头 也在迪拜开始申请当地的合规牌照了 所以阿联酋对于加密货币 是丝毫不含糊的 所有企业的通过都是光速级的通过 所以这方面呢 我觉得真的是够SEC 好好的来考察考察学习学习 那自称是加密可以新帮的迪拜 究竟是不是能够让所有加密企业 都能够如愿呢 迪拜是不是一个加密的理想之地呢 如果你也去过迪拜 或者您就在迪拜 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对迪拜的看法 52亿的利润引爆了眼球 稳定币这门生意 让传统机构看得非常眼红啊 比资币还有五大隐忧 今天给你揭秘 业内老大是如何笑谈 很难量子风暴的 以前的监管看谁看美国看SEC 现在监管呢不得不说得看看欧盟的脸色 因为至少欧盟现在有一个目前为止 最严格最全面的加密资产的监管法案 MICA 我们叫它MICA 那这个法案呢 之前给它报道过很多次了 它分两步走 从今年6月30号第一阶段 就已经正式生效了 这个阶段明确规定了传统的金融企业 你必须要设立标准精制度 要提高你交易透明度 而且设定了上限 每天不得交易超过2亿美金 第二个阶段跟我们关系就最紧密了 从今年的12月30号开始 会全面铺开 它的影响范围包括了交易所 钱包在内的所有的加密服务的提供商 所以说现在为止 欧盟的监管是纳入到了规则之下 有了规则传统企业才能够大举进军 所以Robinhood Revolut就瞄准了欧盟的稳定币市场 据彭博社援引匿名消息员透露 金融科技领域的领头羊Robinhood 正酝酿推出一款新型稳定币的构想 不过Robinhood的官方发言人随即成亲 当前并未制定具体的稳定币发行计划 但同时保留了未来可能性的开放态度 目前Robinhood的平台已支持多种数字资产交易 其中就包括由Circle发行的USDC稳定币 这就是三个东西令我们感兴趣 第一是这是一个国家的商业 它将为国家的计划提升 特别是在虚拟 第二是它将给Robinhood的交易 我们一直在想到 我们一直在想到 国家可以使用Robinhood的交易 我们有很多想法 我们能够更改善 我们跟我们谈论市场 我们看到市场有明确的需要 其他人在市场 第三是社会的商业 这让Robinhood进入新的商业 同时总部位于英国的金融科技新星Revolute 也在积极探索稳定币领域的发展机遇 CoinDesk在月中旬的报道中指出 Revolute近期推出了一款面向零售客户的财富管理应用 该应用创新性地融合了加密货币与其他传统资产类别的交易功能 Revolute发言人表示 公司正积极筹划拓宽其加密货币禅片线 其实要重点聊一下Robinhood这个机构 Robinhood在美国传统的资本市场来讲 它是一个在零售上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企业 而且它具备有非常强大的合规能力 6月份的Robinhood就花了2亿美金收购了BeatStam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上古时代的最古老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而且BeatStam它在50多个国家 是拥有合法的运营牌照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传统的金融机构 大佬们正在逐步的侵蚀或者说控制新兴的加密行业 那他们的进入 大家想想不管是经济体量还是用户量来讲 对于加密资产来说 这个2万亿的市值来说都像是一股洪流 而稳定币我相信是未来所有的金融机构 兵家必争之地 因为稳定币等于什么 躺赚了 在币专会记住这句话 所有的山寨币我说的是所有都是给比特币在打工的 所以你在投资的仓位选择上 你就知道该怎么布局了 比特币虽然说预期的涨幅不会有山寨币那么高 毕竟体量大了 但是它是最稳定的 在币圈离钱是这么的近 我们一定要借贪借灶 拿住确定性才是投资的法宝吧 那这几天的比特币的红迪网社区 有一场非常有意思的讨论 就是让大家来发达一下比特币 您最看不上最不喜欢比特币的什么缺点 当然投票最大的就是比特币太贵了 挨家真的没钱买啊 搞笑归搞笑 还真的有提出问题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都哪些比特币最棘手的难题 对于量子计算与AI威胁论 被Tresor分析师吕西安·波登轻描淡写 他认为量子计算机虽前景可期 但对比特币的实质性威胁尚需时日 关于矿工与鲸鱼集中化可能扰乱市场的担忧 Quantum Agnomex的埃伦格林斯潘持乐观态度 认为市场力量终将自动平衡 集中化问题或仅为短期现象 而区块链持续增长导致的去中心化挑战 波登指出比特币区块大小管理得当 其可控性确保了全节点运营商 能有效维护网络去中心化 其次KYC政策收紧 虽引发用户自由度的顾虑 但波登强调 这并未直接动摇比特币的根基 最后至于挖矿奖励减半 对比特币安全的质疑 波登与格林斯潘一致认为 这一调整对系统安全并无实质性影响 担忧纯属多余 我告诉大家 矿工可不是坐等区块补贴的手财奴 他们是什么 矿工是这场金矿争夺战的最终赢家 也是勇士 毫无疑问 当下矿工正在经历着 每4年一次的矿业的至暗时刻 每次减半之后 收入减半了 算连孩子增加 都会有矿业不行了 比特币安全系受到损失了 等等这样的话题出现 每4年都会出现一次FUD 可是每到4年之后5年之后 又是矿工笑到了最后 以前的规律是这样 以后也是这样 举个例子 每个矿工在吹的牛逼都是4年前 5年前6年前 那时候每天产量到底是多少 能赚多少钱 现在为止推4年5年之后 依旧是一样的 矿工是笑到最后的那个赢家 好来看快报 KBANK计划开发 定投虚拟资产投资服务 KBANK将与DUNAMO和BC卡合作 开发金融产品及服务 三方将合作进行 定投虚拟资产投资服务的联合营销 并共同推动服务升级 据多文数据显示 澳平台上的WBTC供应量 在9月突破了37000个 价值超20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据CME美联储观察 美联储到11月 降25个基点的概率为48.9% 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51.1% 到12月 累计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28.0% 累计降息75个基点的概率为50.2% 累计降息100个基点的概率 为21.9%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 道指涨0.62% 纳指涨0.6% 标普500指数涨0.4% 创记录新高 热门科技股涨跌不一 苹果 谷歌涨幅不足1% 特斯拉跌超1% 据Web3网络安全公司Service的报告 2024年前三季度 加密货币生态系统 因黑客攻击和诈骗导致的损失高达21亿美元 已超过2023年全年总损失 您知道赚过大钱的人和没赚过大钱的人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吗 没赚过钱的人他们有一种线性的思维就是赚钱得天天赚 月月赚最好一年赚的比一年多 所以他们的规划都非常短期 只看眼前利益 只要一时间赚不到钱 他的节奏立刻就乱了 开始胡乱的折腾 直到把自己搞崩溃 而那些赚过大钱的人都知道赚钱这个事儿是需要机遇 需要风口的 您再努力 如果没有起风 您是赚不到大钱的 所以他们大多的时间都在干嘛 都在等待时机 等到机运来的那一刻 他们会立刻行动狠狠地抓住机会 而就这一次 就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 其实这个市场非常的好 只是大部分人不会去发现 往往大多数人都是败给了他们自己 您可以点赞了 这里头有我们所有的会员权益 我们希望带领所有的会员 在这轮牛市当中一起去卷 让我们的比特币越来越多 下周一见